我們看看還有哪些迷思 運動後我馬上喝冰水 易猝死 請舉牌 這要是這樣 我就不會認識我老公了 那不一定 每一個人體質不一樣 他講易猝死 不是每一個都會猝死 我差 因為我剛剛就有提到 我就是個很怕熱的人 然後之後我基本上是 一年四季 我都喝冰水 對 因為基本上 我連冬天都一定喝冰水 因為我就會覺得 你好適合在日本 因為日本去餐廳 他都是給你冰水 我就會覺得 冷的東西 我覺得很棒 因為我反而有時候倒是 有些在台灣的時候 有時候常常覺得 外面很冷 然後我們一進到大眾運輸 就很熱 有開那個暖氣 我反而會受不了 你那個來也是喝冰的嗎 我照樣 我還喝冰啤酒 我之前因為我媽也是 從以前就說 女生就是要多喝熱的 不能喝冰的 那我當然也就是瞞著我媽 然後就一樣喝冰的 那可是因為我那時候 就一直覺得 應該也還好吧 然後像有一次 我就跟我朋友 然後我們一起去爬山 然後我們你知道 夏天爬山就是一個 我們雖然已經很早就出門 可是還是那種很熱很熱很熱 然後等到我們 就是到山頂的時候 其實也已經快到中午了 然後我就那邊熱到 我已經覺得天啊 我快受不了了 然後我跟我朋友兩個 你就各自拿出了保溫瓶 然後一打開 我就很開心 因為我的是冰水 它一打開就開始冒煙 它是熱茶 然後我就看了一眼 然後正準備要暢飲的時候 然後我朋友就跟我說 我跟你說不行 剛運動完一定要喝熱 不可以喝冰的 我這個你先喝你先喝 然後我就看了那一口 我就說好不要 沒關係你喝 喝不下去 喝不下去 然後我朋友就說不行 你真的要喝熱的 這個對身體才對 要不然你那個很危險 然後我就勉為其難的 就這樣喝了一口 我不誇張 我真的覺得我頭底在慶恩 你知道嗎 就真的覺得我 我快要整個蒸熟 然後瞬間中暑的感覺 然後就覺得天啊 我才喝一口 我就覺得我整個後腦勺 都熱到很痛 然後很暈這樣 然後我就跟我朋友說 沒關係 這一杯熱茶你慢慢享用 然後我就喝了我的冰水以後 我瞬間覺得 那種慶良 解暑 解渴 然後整個人就覺得很舒服 我也沒觸心 沒事 沒有 我覺得是習慣性 我以前不喝熱的 我是這六七年 五六年 我反而沒有辦法喝冰的了 年紀的關係 為什麼要講年紀 不是 你想說 不是 我跟你講 它叫習慣 我的答案是錯 我必須這樣講 這些都市傳說 總是要比較聳動一點 才會吸引人家的眼球 所以如果他說 這個喝冰水容易猝死 我的答案是錯 但如果他修改一下說 運動後喝冰水容易咳嗽 那我或許就會轉另外一面 所以這個 其實外國他們有研究過 就是說我們在運動的時候 大家說運動之後 會覺得身體熱 其實你的中心體溫 是在慢慢上升的 他把這些人分成兩組 一組喝4度C的冰水 一組喝22度C的溫水 結果他發現說 喝了4度C的冰水 這群人 他的中心體溫 可以慢慢的 因為這個冰水而下降 反而讓他的運動表現 會比較好一些 所以猝死這個詞 其實用的是太激烈了一點 那我自己在門診 有遇過一個也是阿嬤 他帶著國中二年級的男生 來看病 他主要說他看他孩子打嗝兩三天了 那我仔細問了 他阿嬤就一直覺得說 他這個孩子上國中以後 就開始喜歡打籃球 打籃球叫他帶白開水去 不要 溫水不要 他就一定要去旁邊便利商店 買那個冰的礦泉水 他就一直跟他說 這就是殺到 你這個打嗝 就是因為你運動之後喝冰水 可是實際上我們再仔細問一下 他以前從小就三不五時 打嗝的次數比較頻繁 其實跟你這個喝冰水是沒有關係的 我們知道寒流來的時候 猝死人多少 對 你知道我意思嗎 你在一個暖暖的被窩突然起來 那寒流來講 他一個冷熱突然那個 你的血管收縮 可能會造成猝死 我聽到就很多 甚至我有朋友 就是打高爾夫球打完 然後就是洗澡 洗澡洗冰水 那就走了 如果說你的那一個 原本你就有一些基礎的一些疾病 比如說心血管疾病 或高血脂 或者是糖尿病的病人 那的確你身體在應對這種 血管收縮的一種反應會變得不好 所以這時候就像 乃哥剛才的概念是對的 就是說你原本你基礎上 就有一點小問題的時候 你溫差的一個急劇改變 就容易造成猝死 之前大家知道我會打籃球 那我之前曾經在球場上 一個30多歲將近40歲的一個球友 他就是很劇烈運動完 然後突然間就是三對三完了 然後就下場 下場之後他就開始拿冰水 因為有人在賣那個冰水你知道嗎 然後他就直接拿來直接灌 灌了之後他就臉色發白說他不行了 叫我們幫他這樣 然後躺下去 結果一送那個急診 就是急性的一個心肌梗塞 那他本身是有一個高血脂的一個問題 自己不曉得 因為你要知道說 當你在運動的時候 你的所有的血流全部跑到你的四肢 跑到你的周邊 你的中心的血流量是比較少的 相對的就是說 你的心臟的這一個部分 冠狀動脈的部分 也會比平常來少一點點 這時候你再用冰水 很快的這樣灌過去 他又剛好走過重隔腔這一邊 你血管又再收縮一下 那你原本血管就一點點狹窄的時候 你就容易發生像他這樣心肌梗塞的一個狀況 我運動之後 我是沒有辦法喝熱水的 雖然以我的工作來說 我們以前在播新聞的時候是真的完全不碰冰 因為冰的東西一下去聲音一定收起來 所以我覺得我很佩服你 你有辦法都會一直喝冰的 我不行 但是我運動完之後 我覺得我舉差的原因是因為我覺得運動完喝冰水會猝死 這個講法太驚悚 然後也是有直接相關 可是我也覺得就是運動完不要灌冰水 對 不要灌冰水 但是我也沒有辦法喝到溫熱水 尤其是你看今年夏天那麼熱 所以我喜歡喝的是比常溫要再低一點的 比如說我喜歡喝22度23度左右的水 為什麼 因為我其實認識一個醫生 他一直強調說 你有時候喝一些冷的東西 吃一些冷的冰的東西 其實是有助身體的降發炎 我不知道這說法對不對 因為他們在討論自律神經跟非自律神經的問題 他們說其實身體裡面會發炎 會發炎都是因為發熱的關係 所以你適度的讓身體裡面降溫 其實可以處理一些你可能長期的慢性發炎或疼痛的狀況 所以我就覺得好像有點道理 但是我真的沒有辦法直接喝冰水 我有一次就是今年夏天 也是今年夏天實在是運動完太熱了 那去裝那個飲水機 就是你運動的地方不是都有飲水機 它不是都會有三格嗎 對 有冰的 有溫的 有炭的 它的溫水36度 我真的是沒有辦法 我覺得太熱 我就按它的冰水 就它冰水10 大概15度 14度左右 然後我就灌了一壺 然後我就裝了一壺 然後我就這樣喝喝喝 喝掉大概300cc之後 然後我後面就沒有聲音了 我還是覺得這可能跟體質也有外 對 喝冰水其實我們運動員他有 這個有實證報道就是說 喝冰水跟猝食其實它沒有 現在實證醫學沒有 直接的相關 沒有相關 可是冰水 因為它喝的時候會從身體的中央進去 那你如果在運動完之後 需要喝大量的水 喝電解質 然後降低體溫 讓你不要熱衰急的危險 這種其實都是對的觀念 因為像我一個病例 他是16歲的弟弟 他跑短跑技力賽 他跑完之後 就馬上灌了一個結冰水 那一篇500cc 他有可能他的身體的總血量 大概只有3500到4000 那你喝了1500cc的4度C的冰水 你是不是整個體溫往下掉 是 那你整個體溫往下掉之後 他就開始就 就到我們醫院我們要給他檢查 這16歲的小朋友也沒什麼病史 就只是放個烤燈 然後給他一個氧氣就好了 他這樣喝冰水也沒有促死 可是他最少是有發生這件事情 這些症狀 所以說我們還是要注意說 中央治療很重要 不要說做那個過於激烈的問題 對 你看 我們講以前原始時代 原本有冰箱 哪裡喝冰水 是常溫水 常溫水 都是常溫水 人體本來就這樣子 還是一個適應 好不好 我們再來看看 穿鋼圈內衣睡覺 容易倒乳癌 這我都不知道 這個 我覺得沒有這個說法吧 沒有吧 好 你看 女生都覺得錯 因為其實身邊也有聽說一些 就是因為他可能就是比較豐滿 所以他就不需要穿到鋼圈的內衣 他就會穿那種無鋼圈 可是好像他也是檢查出 有像這樣子一些相關的疾病 再來就是因為我自己本身 因為我其實在很多很多年前的時候 就有自己用手摸到 然後摸到的時候就立刻考去醫院 然後醫院那時候檢查的時候 其實是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你要固定 就是每半年到九個月之間 你就要回來追蹤 那我前兩年就真的很乖 可是後來就真的就是你知道 就比較不乖的時候 然後就把它放置 結果就一放置放置了七年 然後我就覺得 怎麼開始胸部好像有一點點 覺得痛痛的感覺 然後我才想到 我好像還是要乖乖回去檢查 然後那時候一回去檢查的時候 他就幫我一摸 他就說我不喜歡你這個東西 他就說你這個要再去做檢查 然後後來一做檢查的時候 他就發現你的內科 我的內科比較特別 他說研究是抽出來之後 發現叫做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我先幫你檢測裡面 是良性還是什麼 結果就做了一些檢查之後 發現現在目前是良性 可是因為醫生就有特別講說 但是因為你這是非典型 你放置個五年 十年 他就是有機率會變成癌症 所以他就是跟我講說 你要不要就是直接開刀 把它拿掉 所以我就有開刀 然後所以現在其實就是很乖巧 都會固定去檢查 我覺得那可能跟體質有關 就是變成說醫生就是說 你可能就是真的要很乖的 定期回來做檢查 因為我的體質可能比較 會有這樣的問題 穿胸罩會不會跟乳癌有相關 其實醫學實證 根本一點關係都沒有 但是我就舉我自己的一個案例 那個大概五十歲的一個女性 那他本身就是我之前的乳癌的病人 已經開完到七年了 那也都規律追蹤 第七年多的時候 才檢查過不久 大概兩三個月 他就很急急忙忙的跑來 又說要檢查 他說我說怎麼 他說他之前都沒有覺得有 那種乳房疼痛的感覺 現在開始有 那他很緊張 會不會是乳癌復發的一個問題 那當然幫他一檢查 就是當然是沒有 但是要幫他檢查的時候 就要做超音波的時候 衣服要脫掉的時候 結果發現說 他的胸部有很深的鋼圈 跟勒痕的那個印子 那一方面 當然他自己最近有變胖一點點 那我就說 那你為什麼還要穿這麼緊 你不會覺得緊不舒服嗎 他連睡覺都穿 原因是他也不知道去哪裡 聽到的傳說就是說 得過乳癌 那乳房在那邊晃來晃去的時候 很容易再生 所以他就覺得說 有固定住不要不會 反正我告訴你 網路很多一些小社團 都講一些雜七雜八的 那但是你把一個 就像我每次都舉這個例子 當女生穿內衣穿很緊會變怎樣 就像你把手用一個橡皮 全長勒一整天 你勒一整天之後 乳房不痛才奇怪 血液循環又不好 對 循環會變得很差 所以這一個就是告訴大家說 你如果說 當你乳房有疼痛的問題 其實我們在乳房科 常常發現 是跟你的內衣過緊 有一個很大的關係 那另外一個案例 是一個40出頭歲的一個女性 她也是很不幸得到乳癌 是一個乳癌 一個第二期的狀況 她就摸到一個硬塊 那當然我們就幫她處理好了 但是她就是百思不得其解 因為她所有的家族遺傳也沒有 那其實即便她的事業很成功 她也算是早婚 她28歲就已經生過第一個 她也不是說我們講得很晚才生育 然後也不菸不久 生活作息 睡眠又好像很正常 那所以她找不出 她任何得癌症的因子 所以她後來想一想 想一想 她就說 會不會是因為她都不酸胸罩 因為她的胸部並沒有那麼豐滿 所以她從小其實並沒有 很有穿胸罩這個習慣 其實根本一點關係也沒有 那認真認真講 後來我們再去仔細去思考 或許這個病人容易得乳癌的原因 就是我們最近講 跟癌症有很大的相關的 就是所謂的壓力 有很多癌症的發生 跟甚至再發 你會發現 很容易壓力很大 一直胡思亂想的這一群 就隔個兩三年 不知道為什麼就容易再發 然後你在那邊 本來奇數比較後面 在那邊嘻嘻哈哈的 你治療你覺得可能會再發 然後她每天都好像沒什麼事 這樣就乖乖來這樣反診而已 你就發現日子過去了 五年 十年她都活得好好的 所以壓力現在越來越多 研究在討論跟癌症的發生 及復發有關 所以大家要想辦法把自己的壓力 要適度地排解掉 其實這個網路留言 這個是其來有致的 它是其實在美國的 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IH 他有出來澄清 為什麼 因為他這一篇的發表的論文 其實是一對夫妻 那這夫妻在差不多1977年的時候 發表這篇文章 可是第一 他的取樣是錯誤的 就是說他取樣那個年代 在美國當時能夠穿內衣的 大部分都是高階的人的主管 或者是白領階級 所以他第一階的 他沒有去取樣 黑人他沒取樣 第一個 取樣的人數太少 就是那時候是女權發展 在發展的時候 所以他那時候鼓勵大家 要掙脫這個束縛 對 束縛 所以美國衛生研究院 這是到往常 美國衛生研究院 他確實出來澄清說 穿軒道跟得乳癌沒關係 是 真的 我們是對的 別忘了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並按下小鈴鐺 看我們最新的影片 如果想要收看更精采的內容 記得選旁邊的影片喔